在幼兒園大概大家關心比較多 也反應 比較多 那第一個 我們就是說從幼兒園 從這一開始的時候 到現在 其實他也有 相當的一個案例在 那大家也看到在 5月23到29 那個禮拜達到最高峰 我指的這是0到6歲 0到6歲 有84人 那逐次的往下降 那降到當然這 現在大概是8 到7月4號 到7月10號 是8名 不過其實佔比是越來越高 那當然是主要是因為母數變小 母數變小 所以佔比仍然是高 那幼兒園 當然這邊0到6歲 這邊有代表說他們都一定會到幼兒園 可是幼兒園裡面也代表一個 就是小朋友就0到6歲 那或是3到5歲都會去 那每一個都在有一個群聚的可能性 因為小朋友確實你要做一個非常非常 好的一個區隔 有他相當的一個困難 所以 還是沿用教育部在 在 5月18日就有發過函 他從5月19號起 基本上就是公私立幼兒園 幼兒 在 就是說停止道元上課 那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為原則 然後幼兒園之教職員工以道元為原則 家長躺因無法在家照顧 或無法進行居家照顧者 個員人應安排人力 持續提供幼兒道元照顧 及用餐的服務 那醫護人員的子女優先安排道元照顧 所以這是教育單位在原來的一個規定 那在這邊有很多人反映就是說 確實有一些非常困難 在家裡照顧的時候 那可以跟員方來聯絡 那基本上還是不要人還是儘量少 因為幼兒園裡面他還是有可能造成 一個群聚 管理上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當然現在個案數比較少 那可以稍微的放鬆一點 但也不能全部來開